今年47岁的女星唐玲就一名唐玲 2019年时不幸罹患胃癌 只好淡出荧光幕调养身体 好不容易挺过了8次化疗后宣布抗癌成功 不少粉丝都期待她重回节目中 不过当时唐玲为了克服重症留下的后遗症 没办法那么快回归 没想到的是 近日唐玲在做电脑断层扫描时 竟又发现一边的卵巢肿大 切除化验后在今天10日传来了坏消息 根据TVBS报道 唐玲今天早上在脸书分享到 日前因为发现一边卵巢肿大 动了两次大手术把子宫和卵巢切除了 动刀前她最担心的疤痕和阴道长短问题 最后都顺利解决 唐玲进一步说明医师使用的开刀法 是单孔腹枪镜 只在堵齐上留下约末一公分左右的疤痕 同时也保留了完整的子宫颈 因此阴道长短和原本一样 并不影响未来的生活 虽然手术顺利结束 无奈的是化验结果却传来了坏消息 唐玲肿大的卵巢化验结果为恶性 且医师表示卵巢的癌症确实是从胃部转移过来的 因此他必须回到原来的医师那里处理 唐玲得知坏消息后崩溃表示 我无言以对 原本抱着肿瘤可能是良性的一丝丝希望 也确定破灭了 经历过慢慢的抗癌之路 如今很有可能要重来 唐玲感到非常灰心 不过他也展现乐观的一面说道 当自己说出内心的恐惧和难堪 总能从网友们的回应中了解 原来有很多人跟他一样 世上不是只有我自己单独在受苦 有些人的际遇比我还更糟 而且绝大部分的人都是为我加油及祝福 命运的安排很奇妙 上帝算是恩待我 看见大家的鼓励 唐玲还打起精神面对病魔了 康复后又要经历复发真的很煎熬 希望他能再一次战胜病魔